大家好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DipTip的一套試管香水 這套香水是我昨天收到的 很新鮮滾熱 因為這次是我第一次自己買香水 所以我昨天收到也很興奮 也想和大家分享我對這幾支香水的感受 其實我不太熟悉香水 也不太懂看香調 我看到前調 中調 後調的名字 植物名 雪蟲之類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所以我自己的分享 可能會比較簡單一些 比較用日常生活可以接觸到的東西 簡單地分享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繼續看下去 因為我對香水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也有上網找資料做一些功課 其實香水是噴在不同人身上 會有不同的感覺 原來你在試紙那裡嗅的香水和噴在人身上 也會有不同的 所以我待會的分享 除了是個人感受之外 也會分享其他人 我大概看到的意見是怎樣的 如果看完影片之後 你發現我的感受和你有點不同 我覺得你可以堅持和肯定自己的想法 因為香水真的比較個人 大家的嗅覺的接受程度和喜愛程度都會不同 最重要是你覺得那支香水是適合你自己和你自己喜歡的 Dip Cape這個香水牌子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很復古感覺 我之前選香水的時候 看到它的包裝很為人稱讚 我這次收到這一套 它的包裝是紙盒 看起來很有紋理 很有感覺 整個包裝都是它不同香水的標籤組成的 又不會覺得太華麗 看起來會不舒服 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一打開的那張紙 都會看到印了他們的標籤 做得很精緻 裡面一共有五支香水 分別是玫瑰之水 稻桑 影中之水 痰度和無花果 我會由盒裡面的香水順序去介紹 首先第一支就是玫瑰之水 他們網站的簡介這個產品是很漂亮的 他們說 拾起玫瑰的花瓣 加入綠葉花勁 別忘了花蕾 把所有材料放進清水中 靜待細膩的玫瑰香氣 淡淡的果香 還有帶點酸調的綠香 它的調配就如製置的特缺玫瑰和百葉長味的結合一樣 其實它的簡介面也說了少許這個香水的香味 我全部香水都是上手去試味道 它第一次噴出來是很濃的酒精味 其實跟它的成分也有關 因為它的成分第一個排在水之前就是酒精 因為酒精要幫你揮發香味 但這支第一次噴出來的酒精味是超濃的 不過很快就散開了 而是有一種花香味 它這個花香是很清淡的 很清爽的 它不是帶有甜的那種花香味 是好像一朵朵朵的白花一樣 很清爽的 之後呢 花出了之後就會有一些果香出來 有一點酸甜的 它不是只有甜那麼簡單 是有一點帶酸的感覺 不過它這一種 雖然它叫玫瑰之水 但其實它不是一般玫瑰花的味 譬如說 土耳其很出名的玫瑰化妝水 它聞起來是跟我們在花店一般聞的玫瑰花味很相近 是很自然的 但它這個是沒有那種玫瑰感覺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所說的天然材料是得缺長眉 和百葉長眉的關係 我沒有聞過這兩隻花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那些花的香味究竟是怎樣 但它不是我們日常認知有概念的那種玫瑰花味 去到中間部分 它的花香味越來越濃 開始會有一點橙 柚子 那種皮 它會有一點水散開的那種香味混在一起 那種酸甜味就開始增加了 最後還會加多一點蜜糖的感覺 它的蜜糖是給人感覺很清純很細緻很綿密的 這個是去到中間的感覺 去到後來它的甜味就會比較濃一點 一開始的酒精味就降得很低 不過它的花香味仍然存在 它的甜味就會比較持久一點 去到後來它的花香會慢慢減淡 但又不是淡到它聞不到 就會變成一個好像很清爽 比較清甜的蜜糖的香氣 再加一些白花的感覺 去到後來它就剩下淡淡的甜味 如果讓我形容它那種甜 我會覺得有點像冰糖的那種很晶瑩剔透 很清涼 不會令人討厭的那種感覺 它直到最後的花香味仍然會保留 不過它的甜味又會慢慢開始減少 射香味就會出現 但它不太濃 不過因為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歡射香的味道 我會覺得在這支香水表現裡面 它出來的那一刻會比較濃 但到後來後來它就會跟花香和蜜糖的感覺結合在一起 就會成為一個比較油和的味道 它的射香味是因為在最後才出現 所以它持久的程度也會是最長的 整體而言我都覺得這支香水噴在身上是舒服的 有些網友會說這支玫瑰香水可以叫它為荔枝玫瑰 甚至乎只有荔枝味 其實我聞到那種甜的味道 我又不覺得它是荔枝 反而覺得它會像蜂蜜多一點 我見整體的網友評價 對這支玫瑰香水正面評價居多 有些甚至說它是很適合小女孩的一支香水 我自己都認同 我會覺得它是比較適合年輕一點 二十多歲那種小女孩的感覺 如果是用在比較成熟一點的女性身上 不是說不行的 不過就會給我的感覺 在這個女性還有保持到一份童真 和活潑在裡面 第二支要介紹的香水就是杜桑 杜桑這支香水在網友的評價都非常兩極 我們先說一說它的靈感 原來它是Dip Tape的其中一個創辦人 很小的時候在杜桑的夏龍灣度過了一段很開心的夏日時光 它當時在越南的海防市市集上 隨處都可以看到用來製製 用美人椒葉去包裹著的晚香肉 末利和伊蘭的花束 所以它就根據這些的味道 去做了杜桑這個香水 它的香料也有說到 其實它就正正用了晚香肉 橙花和末利 這三種主要的天然原料 其實我不知道橙花和晚香肉 究竟是什麼味道 末利花我就知道了 其實杜桑給我的感覺 是我超級超級不喜歡的 因為網友說它一開始有很濃的 末利花香味 也有橙花的香味 晚香肉的香味是很像很順遂的 它們的感覺是這樣的 但是我聞到出來 就是跟另外一類網友相同的 是一堆青草味 其實我自己是喜歡青草味的 我喜歡的青草味是 譬如我們有時候經過公園 沒有工人去剪草去剷草 有時候會站在那裏 就是感受一下青草的感覺 就會令人感覺到很清新 很大自然 但是杜桑這個 首先它和真實大自然的青草味 有一點點出入 再加上它不是一般的青草 它是將一大堆的青草 枝葉炸成汁 而且是濃縮的那一種 而且這個青草味 是可以維持到整個小時 都沒有去到厚調的 我不知道是我的鼻子的問題還是怎樣 但我也找到一些 跟我有相同感覺的網友 或者其他Youtuber的說法 有一個Youtuber甚至說 它是三天之後的青草味才完成 然後後面那種味道超級喜歡 有些Youtuber說 它五分鐘就聞到青草味 後面散發出來的花香味 他們也是超級喜歡 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說 只要你捱過了前年那種青草難聞的味道 後面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花園 不過對於我來說 我昨天的四點半開始噴這個香水 去到五點鐘還是很濃的青草味 我受不了就去洗澡 但我洗澡後 它那種青草味仍然存在 後面的花香一直都沒有出來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噴手的原因 和我身體的搭配不是很適合 所以倒霜這支香水 我沒有能夠忍受到 等到後面的 他們聲稱很香的花香味 很舒服的那種感覺出來 所以這支香水 我是不喜歡的 雖然有些人會說 只要你捱過了 你就可以有一個非常好的收穫 但我買這支香水就是用來用的 難道我噴這支香水 我等半個小時才出門 又或者是我不能夠在外面補香水 例如我既然出了這個香水使用妝 而且它不是說六七個小時都可以繼續持久 我始終是要補香水 如果在外面補香水 我去外面補香水 然後去和朋友出門 那半個小時我就是一堆青草味 我會覺得是對於使用香水來講 不太方便和不太合適 這就是我對倒霜的看法 我們來到第三支香水 影中之水 它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是一隻天鵝得低頭 去看自己水中的倒影 旁邊還有瑞蓮和蓮葉 這支影中之水 是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在五支試管香水裡面 它品牌形容是一個很平靜的河流 在垂樓下面的夏日時光 說到有玫瑰和黑膠輪子 玫瑰結合成為一種香氣 有花蕾的果酸香 有黑膠輪葉的草本氣色 還有玫瑰的花香 有一種很大自然的感覺 其實它的產品簡介也沒有騙你 我自己聞起來 一開始是一種比較酸的葡萄油的味道 我因為不太知道黑膠輪葉和梅果的味道 我自己聞起來 我會覺得是柚子、葡萄油、檸檬的 比較酸和清新的感覺 有些網友說一開始覺得太酸 後來覺得比較舒服 但我自己因為比較喜歡骨子類的香氣 所以我不覺得它一開始比較酸 反而覺得它是比較濃 比較有檸檬清新的感覺 然後慢慢加入了一點清甜的花香 這種花香如果看它的簡介 其實就是玫瑰香 我自己一樣不覺得它是我們概念上的玫瑰香 但其實它跟玫瑰之水的那種花香味很相似 我不了解它們品牌的材料是怎樣 但我聞起來的確有那種花香味 官網上它寫著是玫瑰 我猜是他們用的玫瑰花香 它比較清甜一點 花香比較弱一點 因為之前我們說到玫瑰之水 它也是有一點酸的感覺 但它是以花香調為主的 但影中絲水是以骨子類的酸甜的感覺為主 是好似很多骨子裡的水果 金、油、橙等等 融合成為一起 再加一點白花的那種味道 去到中間它的花香味就會慢慢減退一點 骨子、油脂的味道就繼續持續下去 其實它的後調和中調我覺得分別不是很大 去到後來它只是酸味淡了一點 加了一點點 是一絲左右的奶甜的感覺 但不重的 去到最後來就是花香油脂的味道交替 有時候花香濃一點 有時候柳子濃一點 所以我又會覺得這支香水 它沒有之前那幾支前中後調那麼明顯的分別 反而一直都有這幾個元素在 聞起來很舒服 感覺很適合做家具香粉 噴完之後我會想像到一個情景就是 有種植到骨子裡樹的果園去摘橙、金等 它不單是摘那麼簡單 它還要撕掉橙 把橙肉拿成汁在手上 再融合成它 果園旁邊有些白色小花的那種花香味 融合成為一齊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噴這個影中之水的感覺 我看到有些網友大概和我差不多的感覺 不過有些就說它不能夠接受到這種味道 都比較兩極的 有些是一開始就已經不喜歡 有些是比較喜歡的 關於持久度方面 我覺得是還好的 好像昨天這樣 4點兩鐘噴完之後 洗澡後還有少少少少的香味 上網看有些人可能幾個小時就要再噴過 有些就像12個小時或6、7個小時都能在身上有持香 他們大多數都是噴兩三下的 因為昨天我純粹在手上試香 只是在手臂上有味道 我沒有像平日出街那樣 耳、頸等都有噴的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看 它的香味是比較濃郁一些 而且在我身上也算是持久的 下一支香水是譚度的 你會看到它的公仔都有大象、寺廟之類 就是因為這支香水的靈感來源是東印度的檀香木 品牌有說到選用了60年樹木取取的精油 是非常珍貴的 我的產品簡介有說到 其中一位創辦人是童年的時候聞到的一種檀木的香氣 是致遠焚燒檀木散發出來的湧奶香的回憶 我自己不太喜歡這支香水 我先講講其他人的想法 有些朋友很喜歡這支香水 覺得有一種很神聖 很跟神明溝通的檀香的感覺 有一種很高潔、不入塵世的感覺 好像剛剛去完拜完神 尖到的檀香味 上網有些人覺得有一股瓜子味 有些人也會說是廁所的味道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 可能有些廁所清潔劑的味道比較高級 真的用了檀香味去做設計 這支香水噴出來一開始 就是很濃的櫻桃咳藥水味 第一次是不喜歡的 但不用幾秒就散發了 沒有那麼濃 就變成了好像草莓、草莓、草莓的味道 那種泡泡糖 有些波子汽水的那種感覺 是很明顯感到有些水感 是由汽很輕盈的感覺出來了 這轉變是一分鐘之內 到後來泡泡糖的甜味持續 但它不是很濃 有少少糖果的味道 但不會膩的 有些酒精味會出來 有些酒精味會出來 但到中間 我就不太頂得順了 因為它的確是像一些 我們亞洲人 平時可能會在廁所裡點的 所謂檀香的味道 再夾雜了一點點的花香 這些花香一開始是比較濃 有些甜 有一點甜味的感覺 再混合了那種清潔劑用的檀香味 整個感覺是非常不舒服的 有些人說這種檀香 他們聞到是舒服的 喜歡檀香味的人 我自己因為我家人也是信佛的 都有檀香燒香的 那種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家裡燒香的味道比較自然 是不公鼻不刺鼻的 但這種可能因為它加了有花 有糖果那種感覺 雖然品牌聲稱它是用料很珍貴 但我的鼻紋是比較劣質 我自己真的不太喜歡 到最後來 它的花香氣水的感覺 還有那種檀香味是一直存在的 它是持久力很高的 因為昨天下午噴完之後 我洗完澡 到晚上睡覺 晚上九點幾十點的時候 那個味道仍然在手上 洗澡是不能幫我消除我不喜歡的味道 它是留在我的手上很久 但它又未至於過夜 我第二天早上醒醒的時候 是沒有這種味道的 因為這枝香水真的很兩極快 因為這枝香水我自己不喜歡 我就打算轉手 很快有很多人回饋說 表示是喜歡這枝香水 反而杜桑那枝回饋也沒有那麼高 看到同一枝香水不同人噴 又或者不同人嗅 感覺都會很不同 我試了這幾枝香水 我也會覺得深入這個牌子 它的香氣比較獨特 真的要你去尊貴試香 才會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歡 或者你自己適不適合這枝香水 希望我的分享不會令到你們有不開心的感覺 因為我也是那句 堅持和肯定你自己是喜歡的 你自己最喜歡的東西是沒有人拿走的 你就按著自己的喜歡去購買 或者去享受自己的香味就好 這條片可能也會比較長一點 因為現在我們才來介紹最後一枝香水 最後一枝香水是無花果的 無花果這枝跟它的產品簡介有相似的地方 它是模仿野生無花果的樹木 而且是希臉無花果的 這條香絲希望讚揚無花果樹 它希望呈現到的葉的清新綠香 無花果的奶香 和白木的木香 我自己對這枝香水感覺一般 因為我發現我不太喜歡深綠色的清草味 這枝無花果香水一開始都有清草味 不過它沒有杜桑那麼濃 它是稍微輕手一點 網友也有說過 只要捱過清草味之後 後面那種無花果的野奶香 和清甜的感覺 他們是很喜歡的 還有少許奶味 好像睡覺喝奶那種感覺 我自己去噴這枝無花果的 就會覺得它是 一開始 除了清草味之外 還有少許甜的感覺 真的有少許椰子的味道 令人感覺到有果實的存在 但它不像新鮮的無花果 我自己也摘過和吃過新鮮無花果 但那種味道是比較清爽的 是新鮮的感覺 但這枝不知是否因為它是希臘無花果 有些外的網友都留言 說希臘的無花果有 椰子的芋裡有野奶和椰子芋 或椰子芋帶的 甚至乎有少許胡椒味 這些因為我沒有聞過 所以我又不能說是否真的無花果的味道 但跟我超市的無花果 和我之前摘的真實無花果的味道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是不太喜歡這支香水 主要都是青草味的問題 就算過了那支青草味 奶香味浮現出來 因為它仍然青草味是存在的 它不會消散 所以我對這支香水的感覺都是一般的 但在網上的評價 都是很多人喜歡的 喜歡的人會是喜歡它那種淡淡的青草味 和它很喜歡那種椰香的味道 我其實也有朋友特別喜歡椰奶或者蕃茄那種味道 以上就是我分享DEEPTIP LATE 吾芝士罐香水的個人想法 多謝大家願意看我這條影片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或者你對這些香味是喜歡哪一支 或者你嗅下來的感覺是有些不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 好 再見